我是吴欣宇 本期的长形讲座 我们继续给大家讲解 关于无有角的一些变化 无有角在布局中 也经常很基本的长形 在这边 白旗 做一个普通的定式 那么无有角拆二B柱 这个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形状 接下来白旗有可能跳 也有可能不跳 那么以后白旗在上方 抢转到两个大厂以后 那么无有角拆二 往这个方向拆二 以后白旗留有一些什么手段 到底有多严厉 这个程度 我们本期就来进行研究一下 我们以这边这样的形状为长形 这个是形成肯定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因为如果白旗这个指隔得远 那么黑旗肯定会拆三的 肯定是这个指隔得比较近 而作为白旗来讲 肯定也是先抢占上方拆二的大厂 然后再考虑在脚上 施展手段 那么对于无有角开拆 白旗在这里有些什么手段 我们就来看一看 首先第一 对于无有角来说 我们可以排除掉一点 就是说黑旗心未靠 这个手段 就是说 可以在任何时候都是不成立的 任何时候都是不成立的 对黑旗一挡 脚上没有任何手段 这个手法任何时候不成立的 引针的时候 基本上由于这边上有三个指 你就算靠一下也引不着 第二个 找劫财 即使你找劫财的时候 应该靠这个 靠这个如果对方硬 那么以后你在底下可能还是形成 还留一些余味 而如果对方不硬 你再冲上来 与靠这个以后冲下去的效果是一样的 所以说 这个旗 不管在任何时候 这个靠 是不成立的 那么对于黑旗往这边拆二以后 白旗应该是怎么走 我们来看一看 靠这个 是对付无忧角一个常见的形状 但是我们可以简单的总结一点 就是说当无忧角对方朝这个方向开拆以后 那么这个靠就不是那么严厉 不是那么好 为什么呢 黑旗就算挡住 白旗往里爬的时候 黑旗可以立下来 由于这边有这个纸的接印 白旗的斑章 没有什么后续手段 黑旗就接接实实地挂住 这个脚呢 这个脚呢 白旗无法坐火 无法坐火 即使你搬 胡 黑旗呢 也可以 完全的啊 可以进杀这个 白旗 由于这个断是没有用的 这个断是没有用的 这个断点 黑旗就拐打 就是 跟真子呢 没有关系 你即使断这个 黑旗就简单的收气 就可以了 这个简单的收气 白旗呢 气呢 就已经不够了 所以说呢 在大部分情况下 黑旗拆在这边 白旗呢 从这里靠呢 是不太好的啊 那么靠完以后 仅有的一点便宜呢 就是这个斑 那么黑旗就断吃 白旗退 这个也就是仅有的一点 这个关子便宜 白旗 黑旗呢 接下来呢 可以不走 也可以提掉 就可以 这个白旗啊 锁得呢 非常的有限 非常的有限 这个靠呢 不是太好 另外白旗呢 可能 另外黑旗呢 可能还有底下二路斑 这个手段 白旗接下来呢 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那么对于这个旗星呢 由于黑旗已经 特别是开拆的时候呢 白旗这个靠 不好 那么 我们依然运用我们前面讲过的这个托 在目前情况下呢 不太成立啊 黑旗 最简单 老式的印法即可 往里面一推 这个白旗 在这里 不容易啊 走出太大的旗来 你扳 黑旗就印住 顶 这黑旗呢 就一个一个都跟着印 啊 那么 白旗扳过的时候呢 黑旗可以断打 打下来 啊 提掉 黑旗粘 黑旗粘 这个旗 白旗虽然 活了 但是呢 黑旗一个外面啊 形状比较结实 关键是这个纸啊 这个纸 被碰伤的比较大 伤的比较厉害 这个是没法加的 因为黑旗历史先手 嗯 白旗还得接着走 如果接着走呢 黑旗当然可以抢占别的 别的地方 或者是不走了 不走呢 这个被黑旗拐一下呢 这个活的实在是太委屈 所以白旗二路托的时候 黑旗简单的三三退 这个呢 就可以了 白旗呢 没有好的后续手段 所以这个托呢 也不好 那么白旗对于这个形状 最有力的下法呢 是靠影 靠影 这个大家可以记住一下 大家这个可以记住一下 那么我们看看黑旗的印法啊 黑旗的印法呢 无外乎两种 一种是单退 一种呢 是顶住 一种是顶住 我们看看单退的变化 单退的时候啊 白旗呢 如果是脱退 也是可以考虑的啊 也是可以考虑的 就是说呢 先手获得一定的目数 黑旗补回来啊 这个与我们前面 嗯 讲过的一些讲座呢 都有 都有关系啊 都有关系 嗯 包括新 大飞手脚的啊 这个跟我们前面的讲座呢 如果看过我们前面讲座的旗友 会有 会知道 这个脱退以后呢 嗯 白旗呢 先手获得一定的目数 还是不错的 大家注意 这个图与刚才这个图相比呢 有很大的区别 首先第一 黑旗即使补一个 也比这个形状呢 要厚实 第二个 第二个关键之处呢 就是黑旗还有可能补在外面 这个区别呢 还是有的 而这个图呢 就是说呢 白旗以后 黑旗如果不走呢 白旗以后也不是断着吃啊 白旗是加过来的 这样呢 更加厉害 这个是有区别的 所以说呢 现在脱退 白旗呢 也是可以考虑 黑旗呢 当然是不能搬在外面 搬在外面 这样 白旗脚步 活得太大 白旗脚步活得太大 外面这个 还可以加一下 所受的这个伤害呢 并不大 不过呢 白旗这里呢 还有呢 稍微更加厉害一点的造法 白旗呢 尖 有个小弩 这种木的话呢 尖一个呢 是当然是更狠的下法 但是这个次序呢 稍微显得呢 有那么一点问题 有那么一点问题 就是说呢 尖的时候呢 黑旗当然是无法退了 无法退了 那么它只有挡下去 当白旗在搬的时候 当白旗在搬的时候呢 黑旗 可以先点 可以先点 如果搬住呢 白旗虎 这个节 黑旗也比较重 因为这个 因为打输了以后啊 如果一旦 黑旗打输了 被白旗提过来以后呢 整块旗 整块旗 以后被一打 整块旗都要被白旗攻击 这个黑旗 逆节也有点重 黑旗打匀了呢 也只不过把脚上呢 变成了自己的实地 所以黑旗它有点 白旗粘 黑旗一搬啊 白旗为了做活 而不得不呢 采取一路搬的这个手段 这个 把外面这个纸啊 碰得太伤了 这个做活是 还是还得立 被人家搬起来 这个做活白旗不肯 或者 不能令人满意 黑旗点的时候呢 白旗 如果长 那么黑旗就断掉 这个损失也是非常的大 大家看看 煎一个和打一个交换 这个损失也非常大 虽然从这里啊 能够渡过去 但是呢 脚上呢 黑旗已经吃得非常结实 没有什么后顾之忧 以后还有可能 搬下来打结的手段 即使你煎一个 黑旗也有可能啊 有顶出来的手段 这个白旗呢 也不是太好 那么 白旗的正确次序 就是呢 先搬一个 先搬一个 这时候 黑旗呢 不容易仿击 如果现在点 现在点呢 白旗可以粘散 现在点白旗可以粘散 这个 黑旗接下来 没法吃白旗啊 如果你搬 那我就不是尖了 我就 简单的 这个拐一个 都可以 这个旗很难 很难杀白旗啊 如果你再接 由于有这个旗的手段 这个外面断的 白旗里面的气呢 已经是比较长了 这个你要再利 打吃 你搬这个被 外面被断 这个毛病太多 这个旗呢 黑旗有危险 所以呢 现在不能点 那么只有帮助 然后呢 这时候再接一个 这时候再接一个 这时候再接一个以后呢 黑旗呢 现在就 如果再打的话 那就等于呢 这下没有点着 这个次序的差别呢 就显示出来了 它就会呢 虎一个 这样黑旗呢 不是太好 所以这个时候呢 当白旗再接的时候呢 黑旗呢 也就只有退让 不过它幸好呢 由于你这个交换比较损 那么呢 它就可以打扒 虽然被白旗啊 掏掉了这个脚 但是呢 如果在退的情况下 白旗这么下了 黑旗呢 也可以说呢 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只能呢 这么接手 这是一个呢 双方啊 在黑旗退以后 一个呢 正常的变化 一个正常的变化 白旗虽然落了后手 但是呢 成功的 掏掉了黑旗的角控 白旗呢 就是 可以说呢 还是不错的 黑旗退 当白旗靠的时候 黑旗退这手旗 可以说呢 是在 白旗周围比较强的情况下 明哲保生的话呢 也是可以 这个选择的一步 那么 相对于退来说呢 黑旗顶一个 就要紧凑得多 要紧凑得多 我们也觉得呢 这个顶一个 应该呢 比退一个呢 要稍微好一点 稍微好一点 那么我们再看看 白旗如何下 白旗接下来当然是搬一个 当然是搬一个 这时候 黑旗如果退 那么白旗就活脚 一开始 就这么简单的活个小脚呢 白旗不好 但是在外面都已经定型的情况下 特别是黑旗这个子 间隔自己很近的情况下 这个活脚 白旗完全可以接受 接下来黑旗也不过就是拐 白旗虎 黑旗先立一下 便宜点 比直接挡住要便宜 然后再挡住 这样呢 白旗活个奖 完全可以满意 毕竟活了以后呢 把黑旗的这个木树啊 全部呢 破掉了 其次呢 黑旗外围还留有了这个 点方的毛病 这个是黑旗难受之处啊 难受之处 所以这个旗行呢 结果呢 黑旗来说呢 应该是也不能接受啊 也不能接受 那么当白旗二路搬的时候 白旗二路搬的时候呢 黑旗必然啊 要打 要断打 白旗再立 当然也没有意义了 那么接下来白旗打吃 白旗打吃 黑旗呢 提掉 提掉 然后形成这个结果呢 应该说是双方呢 还可以 都可以接受的变化 那么接下来一手旗呢 就跟全局的这个后保 特别是结材 有着很大的关系 那么作为白旗来说 它是无论如何要打上去的啊 这个打上去还是非常的厉害 黑旗 如果接上 本身来说呢 黑旗接上呢 也是个本手 如果接上的话呢 白旗打一下呢 这个便宜还是挺大的 接下来可以 这个白旗一个可以虎出来 第二个呢 如果外面更厚一点 凶一点的话啊 可以顶出来 那你这个二路打拔都是厚实 这个战斗呢 白旗是 是丝毫不怕的啊 白旗是丝毫不怕的啊 白旗是丝毫不怕的啊 黑旗如果不接啊 那么白旗这个提过来还是非常有力的啊 还是非常有力的啊 因为这个你继续不容易打接的话 有可能把整个脚都给打死了啊 如果你往回缩啊 这个白旗以后还有尖呢啊 这个收刮黑旗的手段 甚至于你打 我还有班章 你还得往回做拨的这个招法 那么 黑旗如果啊 从上面打吃 从这里打吃 白旗提啊 白旗可以提 的话呢 这个就要看这个双方的这个结材啊 双方的结材 不过总的来讲呢 呃 应该是白旗比较轻松一点 白旗比较轻松一点 呃 因为白旗它结呢 相对来说比较轻啊 这时候 黑旗 黑旗现在不能打这个 打这个沾上啊 这个白旗是火旗啊 你退一个 它一段打就火了 那么只有打这个结 这个结黑旗啊 即使打赢了 你就是提掉啊 提掉 花两手旗提掉 那么呢 也只不过使自己的乌幽角加拆二呢 厚 厚上加厚啊 解决说变厚了 但是呢 木树呢 增长了一些 但是呢 毕竟花了两手旗 而这个结 一旦被白旗拍上来啊 一旦被白旗拍上来提掉 这个就完全不一样 这个情况 这黑旗可以说这个五幽角加拆二几乎都死掉了 总的来说呢 还是黑旗这个结啊 比较重 黑旗这个结呢 比较重 嗯 嗯 把 黑旗的危险性呢 比白旗呢 比较大得多 这个时候 你是不能缩回去 缩回去 这个 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呢 这个黑旗接啊 是一个这个基本的这个正常的形状 那么白旗呢 再顶出来 或者说 再虎出来 接出来等等 招法 嗯 形成这样一个局面呢 我认为呢 就是说呢 白旗这个 靠完以后啊 这个 走完以后呢 白旗呢 还是有些收获的啊 不过作为黑的一方来讲啊 黑的一方来讲呢 由于自身啊 本身也是存在着一定毛病 当白旗从山山靠入的时候 那么 那么 黑旗你所有的选择呢 也就是啊 一个是 顶住 啊 或者是呢 退一个 嗯 大家呢 需要就是说 嗯 有自知之明啊 也就是说自知之明就是呢 嗯 知道 这个地方 白旗进来以后 白旗是有背景的啊 外面是比较厚的 或者是劫财是有利的 黑旗呢 不要认为啊 白旗进入到我这三个子 我就非要强行杀他 或者是要占很大的便宜啊 这个呢 能够啊 稳健的守住脚 黑旗也是不错的选择 那么 我们再补充一点点 刚才呢 就是说 怕白旗打结 那么白旗打的时候呢 黑旗脏 是吧 不就没结了吗 但是这个是 呃 不能考虑的啊 因为你这个脏上以后 被白旗这里又一打 这个太难受了 如果你提 甚至于白旗 它就直接 就打上来了 白旗前才有一块 直接就打上来 如果你退一个 白旗就一虎啊 以后这个一路爬还是先手 这个黑旗无法忍受 所以这个白旗打的时候 黑旗也是要提的 那么最后呢 除了白旗靠山山啊 这个是正确的 正确的这个下法啊 这个对黑旗位置要拆啊 淘汰的空的正确的下法以外呢 海白旗呢 还有一种有趣的下法 就靠在这里 靠在这里 黑旗啊 如果退 你如果退一个 那么呢 我白旗就顶 这个 这个顶出来 黑旗如果敢强行跟白旗作战的话 这个黑旗危险 这一跳 黑旗冲不断 这个黑旗非常危险 嗯 被分成两块 脚上以后还要被收刮 这个 黑旗不太好 那么靠的时候 黑旗如果上班 那么白旗可以顶过来 顶完了度过 这时候 这时候你再采取这个下法就不一样了啊 跟我们刚才拖的这个下法就不一样了 那么 这个时候 白旗如果增值有利的话啊 就会产生一个很严厉的手道 那就是直接加进去 直接加着火 跟这个拐着火这个区别很大 大家注意 它这么活这个 你不能立下去啊 如果白旗增值有利 它可以断上去 即使白旗增值不立 它说不定啊 也有这个 断这个的非常手段 嗯 断完以后啊 甚至于再加这个啊 等等 当然白旗基本上它会考虑到增值关系 所以呢 这个活法呢 这个就不一样了 跟刚才拖了以后再活的 这个相比就差别很远 如果你 装上呢 它依然可以斑 啊 这个 黑旗增值太贵 如果你立一个呢 那白旗呢 可以断值在上面 这个补 这个白旗呢 也是很有收获的 也是很有收获的 那么呢 当白旗靠在外面的时候 啊 这个黑旗呢 呃 比较稳健的下法呢 还是 搬二路 白旗不能断 啊 断你黑旗就吃在外面 就是 你打吃我就接上 这个和 和前面靠了搬相比 白白的损失了一手旗 啊 白白的损失了一下 那么 白旗呢 如果 如果连搬 那么黑旗呢 就断打 啊 就断打 这个 黑旗接上啊 白旗没有什么太好的 或许是什么 白旗如果搬这个呢 可能会遭到黑旗的反击啊 就是断打这个 你当你打这个的时候 它会提掉 啊 你要想出旗呢 呃 也只有打这个啊 也只有打这个 那么黑旗再打 这个结呢 打起来呢 白旗会比较辛苦一点 啊 辛苦一点 所以 当黑旗二路斑的时候呢 白旗的正确下方呢 是 单长一个 啊 这个旗 黑旗呢 如果退 如果退呢 白旗呢 可以抢战到一个 先手 这个几乎是个先手 黑旗呢 再补一个 这样呢 局部来说 木树来说呢 白旗是不便宜的 比较亏的 但是呢 就是白旗抢战的这一手 有多大啊 这个价值 这个价值有多大 就是值得这个 推敲了 如果 如果 黑旗这个不走的话呢 那么 白旗可以 通过气质 把外面全部收紧 这个呢 还是有点大啊 白旗可以拐斥 断打以后立一个 这个 这个价值还是呢 相对有些大的 所以黑旗补一手呢 还是有必要的 虽然你能够封紧 但是呢 这个外面全被白旗呢 封锁了 最后当退的时候呢 黑旗还有一种下法呢 就是沾上啊 沾上呢 这个目的呢 但是呢 局部呢 比较这个 稍微委屈一点啊 它目的呢 就是不让你这个 跳呢 成为这个仙手位的 不过 你既然沾上呢 白旗呢 也就不会跳在这边 它就会呢 靠压这边 封住外面 这个靠退的下法呢 还是以这个外围为主啊 以这个外围为主 呃 除非 就是说在局面 这个外势啊 围住以后呢 能起到很大的作用的时候呢 采取这个靠的手段啊 嗯 普通来说 我们认为啊 对付黑旗 这个无忧角加拆二 黑旗有力的下法 是靠山上 靠山上 大家记住 我们刚才所摆的两个图啊 就是黑旗有退啊 和顶 两种下法啊 不管两种下法怎么样啊 黑旗呢 也都是可以接受的 不过前提就是 黑旗要 就是说 搞清这个立场啊 并不一定就是说 白旗子力少 它就一定吃亏啊 而是因为白旗周围啊 加上周围的子力啊 我们可以这么看 周围白旗子力比较多 那么在这个里面 黑旗应对白旗啊 来破控的时候 不予呢 采取过强的手段啊 希望大家呢 注意注意这一点啊 记住白旗靠山山的手段 和黑旗的这个应对方法啊 以及黑旗的这个立场 大家记住这一点呢 就能呢 对这个形状呢 有所掌握了 好 本期节目呢 我们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如果您还有什么问题啊 可以通过拨打热线 或者发Email的方式呢 与我们联系 我们尽量呢 给您回复您的问题 本期节目就讲解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